大家好,我是醉影 今天接触我们的拳荒零尔风云再加力气版的实况 对待几双市场比赛来自于震天城和萧村拳 双方的玩法限定一个龙二 其他两个角色随机选出 众所周知龙二是非常疯狂的一个角色 也是拳荒中疯狂的代表 他们今天 对用龙二作为一个限定 来看是不是要把疯狂进行到极致呢 现在克拉克就开启了一波循环连击 感觉克拉克比龙二还要疯狂 因为克拉克在这个版本里面连击是得到了加强 可以进行一个BC循环 现在李梅瞬间没有血了 李梅要干手 李梅射度掏下盘 但是克拉克对的技能是了如指掌 双方的熟练度都是非常高 对哪个角色都是非常了解 那么萧村拳的龙二他就来了 萧村拳的龙二会爆发出来吗 现在龙二发动一个主动气攻 两点蛇边开BC 一波踢杀接刀子 一个疯狂劲然后还跳起来连 真是把疯狂发挥到了极致啊 中间接入一个必杀劲 战天城应该是要跪了 带走 龙二的大招还是那么的高我伤害 感觉没有修正多少 现在来到了战天城下一个角色 战天城的龙二 看谁的龙二更疯狂 今天就是为拼疯狂而来 现在龙二开起了主动进攻 好 两点蛇边开BC来了哟 一波刀子插过去 最后蛇边甩起来必杀劲 从这一招我们是不是联想到了98C呢 没错 98C也可以这样 现在萧生拳还是处于 还是处于一个主动状态啊 对 战天城好像还没有找到节奏 就已经快要跪了 战天城究竟有没有找到节奏 战天城找机会 诶 龙二 这个萧生拳的龙二 你看用的非常灵活啊 招式非常多变 知道战天城他已经急了 他也是不急于进攻 就是后撤 在你对防御崩溃的时候 搞上一拳 就这么结束了 第四个回合 战天城卢卡尔 两点又开蛇边了 萧生拳这一局 绝对不会放过战天城 应该是一跳带走了 因为卢卡尔的判定是非常强的 蛇边甩起来 逼个必杀技 基本凉了 战天城也是 碰到了强大的对手啊 今天 哦 萧生拳拿下了第一分 现在萧生拳已经发展成了 战天城第一大劲敌 再看第二局 第二局的话 还是这样一个打法 先进龙二 现在龙二的话 开场萧生拳 用镇源战 哎 龙二开BC 一波刀子插过去 一波踢杀 接取消 一个双BC开起来了 这一局战天城 是不是要找回一点面子 对 就是这样 一个大招 应该是带走了 双方的连击 都是一套带走 很疯狂 对 只需要一个机会就可以了 接着来到萧生拳 下一个角色 萧生拳的龙二出手 好的 萧生拳的龙二 发动一个 一波CD 哦 不用气 钢是可以的啊 远距离钢CD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萧生拳 萧生拳起身抓 这个反应 非常的快 而且抓了一个超杀呀 这一个超杀 让对手损失掉半管血 萧生拳顺势再开BC 开BC 对手是不断在跳 跳抓超杀 战天城懵了 经过对两次重拳BC的洗礼 战天城已经是不行了 一点血带走 用一个小青角踢了下盘啊 穿着皮鞋的龙二 然后踢那一脚 真的很皮 接着看战天城的大猪沉过汗 哎 舌边甩起来 龙二又开始掏招了 哦 大猪还想打那一下 龙二你看压住他 压住 雷一手 现在看大猪 哦 驾招BC 但是对手是起跳状态 并不能抓住 又一个驾招 用铁锤反驾着好 双方都是 哦 都是一个开创新打法啊 都是需要 嘿 这一下龙二没有办法 龙二跑不过来了 直接又隐藏大招 废致 带走 好的 现在看下一局啊 这个隐藏大招掉血也是非常的多 下一个回合 消身拳的鲁卡尔啊 今天和 今天他们都有选中鲁卡尔 现在勒一下 咦 轮掉 剪刀脚开 BC一波取消 用剪刀脚开了一个BC上 搬进大招 没有了 鲁卡尔的优势在这个版本里面就是速度快 然后拳脚攻击率特别远 这是他的优势 伤害并不是太高 第五个回合 来看战天城的草蜕精 两点取消开BC 又一个大抓啊 大抓之后 掉血并不是很多 对判定强 伤害就不高了 其实这个版本的鲁卡尔 削的还是挺合理的 如果是还像原版那样一套死 那就真的不行了 现在两边搬运一个炸 带走 哦 萧生拳来到赛典 接着看第三局 今天难道说萧生拳要替战天城的头 来看战天城这一局还是限定龙耳啊 都是一样的 限定龙耳 这把战天城就把龙耳放到了首发位置 哦 两点蛇便开BC 战天城开始一招 崛起了 崛起之路 大招直接抓 疯狂的甩鞭子来吧 带走 萧生拳根本就没有出招 就没有了 接着看萧生拳下一个角色 看到龙耳这个疯狂 就真的是很过瘾 下一局 来看萧生拳这个龙耳 哎呀 哎呀 没有连住 别的BC还是打到中断了 一波BC打中断 刀子蛇便插起来 蛇便 打招 当然这一套 并不能实现一个一套死吧 应该 战天城起身 还是有机会 可以进行一个反击的 来看战天城 开启反击模式 回手套 蛇便 哎 想闪身 不可能的 想跑是不可能的 接着看下一个回合 下一个回合 来看战天城的夏尔米 哦 大招直接搬运 搬一搬 哦 跳蜜蜜蜜 按龙耳 哦 龙耳还是中断了 夏尔米又开一套 BC腰一发超杀过去了 漂亮 666 开走 萧生拳现在只剩下一个角色了 这局萧生拳是不容乐观呀 感觉他碰到夏尔米就要哭的节奏 看八神这局能不能秀起来 又一波转腿 百合者破防 勾腿 开BC 口口口 三次 咦 又一个生龙取消 生龙取消 生龙再取消 忍仑偶好像玩拖了 玩拖了 夏尔米他突然变身 将八神弹开 然后接暗黑雷光拳 八神瞬间残血 看八神有没有几位 隐藏大鼠只飞了过去 一发隐藏 直接拿下 很犀利的一个隐藏 他们是剩最后一点血的时候 是可以放隐藏的 可以直放 现在八神残血 飞花开BC 哦 打门一个BC可以带走 没了 好的 现在战天城终于 找到了一分啊 这一局夏尔米 对 给他立了一个汗马功劳 我们继续看下一局 上一场的话 萧春泉是 看到夏尔米 腿有点滑软 这一次的话 这一次战天城有克里斯 有卢卡尔 好的 开场右手七甲射 开场萧春泉是七甲射 七甲射这个属性也是可以的 嗯 你看开始应怼了 但是龙尔不依不倒 七甲射还是发抖几攻 跳CD 压住 跳住 压住 BC开 龙尔在角落非常难受 看龙尔究竟能不能有所突破 七甲射 哦 七甲射残血了 这就残血了 哎 但是他抓住了 减青拳 BC 岩浆拳 青拳取消 开枪 没有抓住 还可以再浪一波 青拳点杀 哎 总想用青拳 接一个特殊剂啊 其实青拳之后开BC 应该是可以 可以接这个特殊剂 可能有点手滑 第二个回合 来看占天成的 龙尔直接翻阅大招 这个版本不爆气 是可以直接放超杀的 哦 七甲射又抓头了 岩浆拳 哦 没有放到 可惜啊 这么好的 就没有放到 又抓头 再放一拳 终于放到了 还要不要再抓头啊 其实刚才第一次 如果是岩浆拳放倒的话 第二次就带走了 真是可惜了 接着看占天成的 龙尔能不能拿出这个包子 青拳点杀开BC 剪刀架取消 剪刀架取消 第一波取消 一波花式联机啊 蛋学没了 哎 这个版本感觉 卢卡尔变得更花式了 有那么多血量 可以让他打了 青拳优哈亚 肯定点不住 哎呀 哎 卢卡尔非常紧身 火猪 包子开起来一个 哎 还是被BC了 BC之后就完了 不管你是卢卡 哎呀 瘦 哇塞瘦了 刚才应该是距离不够 那招是打不到的 在角落 现在还是杀到战定成 最后一个克里斯 大蛇克里斯 克里斯首先来一个闪神 看这个包子是顾不解逼 克里斯跳成他 还是打了过来 带走大蛇的剃 直接拜拜了 下面来到下一个回合 也是最后一个回合了 第五个回合 咱们来看龙二 肖神圆又龙二 中 雷是个手底角色 但是克里斯也是战定成的一个超强主力 现在龙二十二遍 刀就发过去抓到先机 但是他失误了 怕慌了 好像手感有点错乱 嗯 骗招 跳地压住 还是中招了 战定成这一套有望把肖神圆一套带走 因为克里斯的连招是非常之变态的 中间可以开双BC 取消 取消 最后来一把大蛇的T 仍然没有带走 哎 滑铲 滑铲再向头一下 第一时间是可以滑铲追地的 对手不起身 好 战定成拿下了第二分 接下来比赛就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场 这一场即将决定双方的胜负 再看这一局谁能稳到最后 稳才是最重要的 对高手来说 即便是你前期很秀 在后面被抓到一套死 那也是非常难受的一件事情 龙二现在开启了一个重拳开BC 重拳直接确认 猜到板次量会乱动 会出招 一波超疯狂的连技 带走板次量 没了 好的 现在直杀下一个角色 龙二笑得很嗨啊 最后 下一场 萧春拳的龙二 啊 钢塞地硬钢 落地直接开BC 大中断了 哇 跳天连 战定成要把前期那两局给找回来 蛇边三次 蛇边四次 这超杀 龙二疯狂到极致 带走萧春拳 哇 五十多连 萧春拳果然是不行了 节奏全无 最后一局感觉它是爆发点 前期都在找手感 哎 还挺押韵呢 现在看萧春拳的布之后 嗯 哦 这个布之后飞来飞去 果然有女人者的样子 但是还是被龙二掏到了 龙二转打女人者 一次蛇变 接超杀 哇 又是一波疯狂的狂甩啊 再过去 布之后即将跪了 哦 他直接飞出 BC 开 龙二 哦 好龙二跳了 直接躲过 这次龙二绝不饶他 看龙二怎么打 跳入带走 三比二 大家来不关注 每天更新 记得对视频